你会开一辆叫做韩美美的汽车吗 肯定不会嘛 因为谁都知道韩美美是个女性的名字 可你为什么又那么爱奔驰呢 因为奔驰的全称 梅塞德斯奔驰中的梅塞德斯 也是个女性的名字 她叫做梅塞德斯耶利内克 长得非常可爱 是奥匈帝国著名外交官 上人汽车爱好者埃米尔耶利内克的大女儿 由于非常欣赏汽车工程师威廉·麦巴赫 所以干脆就在后者接任戴姆勒DMG的时候 果断的成为了其合作伙伴 并用自己最爱的女儿的名字 为他们的新册命名 这是梅塞德斯第一次以logo的形式出现 那是在1902年 那奔驰呢他在干嘛 他那会儿还正在跟梅塞德斯对着干呢 或者应该说跟戴姆勒对着干 众所周知 两位汽车的重要发明人 卡尔本茨和格特利布 戴姆勒原本还是同事 两者几乎在同一时间 都把自己捣鼓出来的发动机 装上轮子之后变成了汽车 但本茨嘛 快人一步拿下了专利 从此以后两人以及各自分别创立的公司 就不对付了起来 开始一路竞争 一路证明自己才是造车的高手 一看对面的戴姆勒竟然注册了一个女兮兮的商标 本茨勒了 心想 看我给你整个够痴难的 于是也在1903年 他也把自己的商标注册下来了 用黑色尺圈包围的 Original Benz纯正的本次这几个字样 用隆重的技术色彩来强调 我在发动机和车辆制造方面才是专业的嘛 所以你要是穿越回一百多年前呢 你会更喜欢谁的标志呢 好了 继续往下走啊 到了1909年 戴姆勒准备换标了 据说是他的两个儿子 保罗和阿道夫 回忆起1872年时 父亲寄给母亲的一张明星片上 用一颗三件新的符号 标示出了他们在德国的房子的位置 并解释说他相信有一天他的工厂 也会像这颗星星一样冉冉升起的 哎 既然现在工厂的确是在冉冉升起了 自然是到了用上父亲亲手绘制的logo的时候了嘛 所以啊 我们最熟悉的标志便诞生了 三件新在1909年被戴姆勒注册 奔驰一看 好嘛 你换我也换 于是就用象征胜利的月桂枝 环绕在奔驰周围 也注册了一个新的商标 虽然竞争还在继续 但时局却在发生着变化 德国的经济随着一战跌入谷底 战后又受到严格的限制 再这样增下去 谁的日子都不好过啊 哎 反倒是 摒记前嫌握手言和 兴许还能带来更大的价值 实现彼此都很憧憬的那个美好未来了 哎 这就终于迎来了现在的梅赛德斯奔驰了 1926年 两家公司 DMG Benz & CIE 决定合并 合并之后的标志呢 保留了DMG的三尖星和奔驰的月桂花环 成为这个样子 哎呀 它几乎呢 就原封不动的用到了现在 当然现在啊 对奔驰三尖星的含义 也有各种不同的解释 最广泛流传的是 它的每一个间 各象征一样 统治地球的自然力量 大地 海洋 和天空 考虑到公司的确不仅为汽车制造发动机 还成为飞机和各种海军运输工具 制造过发动机 这个解读还是相当合理的 当然也有说 到了现在呢 这三个间应该代表的是 汽车制造的三种品质 可靠性 速度感 和高质量 才更加合适嘛 所以你看看 现在的奔驰是应该继续给自己加肩呢 还是砍肩呢 留下你的观点吧 感谢观看